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动词 叫做关押 把某人关进监狱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mprison 好 再来一遍 imprison 首先这么明确 这个词是个集乌动词 它可以执拥人做宾语 把某人关进监狱 如果人做主意呢 可以用被动 he was imprisoned 就好了 它有一个类似的词汇 用在报纸上更多一些 这个词是书面 与个儿更大一些 但用法和含义是一样的 大声来一遍 incarcerate incarcerate 也是驶入狱 把某人关进监狱 这个意思 这个大肥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我们再看一些习语 比如说可以用动词 jail somebody 当动词来用也行 第一个是美式拼写 第二个是英式拼写 注意发音完全一样 拼写不同 大声来面 jail jail jail这个词当名词就是监狱 多动词呢 驶入狱就好了 还有呢 可以用send somebody to prison 把某人送进监狱也行 这个prison前面是不加官词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put somebody in prison 把某人送进监狱也行 但注意send加to put home加in 不要搞混 还有一个lock up somebody he was locked up 他被捕了也行 不是把它锁上了 而是关进监狱都可以 但是关键监狱呢 用这个搭配 关键狱以前得先判刑 被判处什么什么图刑 我们搭配用的是 be sentenced to 这个同时记住 那么sentence这个词 可不可以是宣判的意思 被判处用被动 后面加借次to 我们看些长期的意思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这么来说 更长一些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life imprisonment叫做无期徒刑 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去 最狠的是被判处死刑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这被判处 这我们看到了 这个入狱和判刑 相关的一些表达和替换 这个单词 我们跟老师学习到这里